來了來了來了 觀眾朋友們好啊 我是莫莫 歡迎來到瞎預測 首先聲明本預測不涉及漫畫 只討論電視劇陸基的內容 看過三集內容給的一些暗示也足夠了 所以雨停了 天停了 我感覺又停了 本次預測內容圍繞 1.陸基偷了時間寶石 2.莫比烏斯曾經是魔頭停手 TVA是否創造了職員 3.跳出TVA TVA未常不是一條時間線 4.細節 光榮使命 7集末日和10集末日 5.疑問點 足針看結尾 那麼先說1 洛基偷了時間寶石 其實在第一集當中就好奇 洛基這個小偷屬性點滿的 看不到了這些寶石在抽屜裏面震止 他捨得不偷 只拿宇宙魔方這麼乖 不可能吧 結果第三集這個洛基逆轉掉下來的大廈 幾乎實錘洛基拿了時間寶石 那這是不是也能反映出來 洛基在傳送器壞了後 一點都不慌的緣由 因為他能用時間寶石修復 關鍵的是現在沒有電 所以他去找飛船 並不是為了逃離 而是為了大能量的電 這裏欺騙了下 女洛基呢 那麼也能說明下集中 洛基可能修復傳送器 並安撫女洛基 讓女洛基承認自己很厲害 埋下了伏筆 2 莫比烏斯曾經是魔頭停手 我們從第三集當中看到C20曾經是人類 在TVA工作了兩百多年 那這就很奇怪了 倘若這個成立 那回到第一集 TUA審判時間犯 如果有罪抹除 如果無罪呢 是不是就被留下來洗掉記憶 成為TUA的社處 而由於對現實存在潛意識記憶 於是對魔頭停十分感興趣 也許莫比烏斯也是曾經的魔頭停手 成為了時間犯被判成了TVA成員呢? 而且法官這裡拿武器 也揭示了他之前可能 也是類似C20一樣的執法人員 之後慢慢升到法官位置 那這個法官和莫比烏斯 之後會不會判變TVA 給我們的洛基做出奇妙的貢獻呢? 比如讓明白了自己的原來 從而一同反抗TVA 另外說一下TVA創造了員工嗎? 可能也創造了 比如那個拿宇宙魔方政治的文員 還有圖書館人員 這些比較木納的人員 可能就是TVA創造的 只能做一些重複的事情 而外派的追捕者和分析師 只能通過洗腦時間範來獲得 3.跳出TVA TVA未常不是一條時間線 從結尾曲我們能看到桌子上擺著 洛基和女洛基 以及他們來到了TVA的畫面 我們再結合洛基和莫比烏斯的對話 只有他們在TVA是自由的 難道不覺得奇怪嗎? 既然洛基在主宇宙時間線上 都是被設定好的 那有沒有可能還有一條時間線 就是記錄TVA這些員工從開始到結束的 也就是主宇宙時間線上還有一條時間線的 這個洛基被抓進來 也是在這個時間線上被選好的呢 細思恐極 是不是三個時間守護者就是想讓洛基來TVA搗亂 或者說TVA的建立就是和洛基搗亂有關係 這三個時間守護者可能就是為了守護自己存在的時間線 而開始剪裁那些所謂的紊亂分支呢? 洛基說了三次的光榮使命 對著哥哥、對著莫比烏斯、對著女洛基 這三次光榮使命對照劇集開頭標題 光榮使命 未來的洛基是否會對女法官也說光榮使命 以及見到時間守護者也說光榮使命呢? 還有這個末日等級 阿斯加德毀滅才是7級 而女洛基到的地方是10級 這分級制度表明了什麼呢? 10級的地方是否還會有什麼線索呢? 結尾曲的紐約之戰才2級 這個值得注意了 還有結尾曲金色電梯的樓層也是個謎團 到了TSY這裡明顯是輸入錯誤了 這難道接受了之後洛基去到了金色的電梯 但是沒有密碼 無法上樓的尷尬 那反過來說 洛基他們安全逃離了末日回到了TVA 那是不是我之前說的 用了時間寶石恢復了時間機器 衝上了電回來了呢? 總結分析 之後的劇情可能是洛基拿出了時間寶石 恢復了傳送機器 並找到了飛機殘骸衝上了電 讓女洛基承認自己並非沒有寂寞 一同回到了TVA總部 搭乘了A16號房間背後的金色電梯 卻因為沒有輸入正確的口令碼 只好大鬧TV 封到了莫比乎斯和法官 並將他們的前世記憶喚醒 然後一同面見了三個時間守護者 卻發現神聖時間線之外還有時間 洛基搗亂TVA就是命中注定的 於是洛基陷入了混沌之中 嗯...腦洞是不是開的有點大了? 那最後我們一同看看我的一些疑問了 足針看結尾 細節點BOSS 那麼這個文件表達了多元宇宙的洛基嗎? BOSS的話是否對應之前洛基影片細節 除了616外好像還飄過615? 難道說神聖時間線上面是615宇宙和616宇宙共同體的洛基? 然後其他的細節點也能看到 TVA001是表明洛基這個內容的清定 是由001號員工來選擇的嗎? 那這個001號是誰?會不會就是洛基本機呢? 不過細緻看看這個Match 貌似是對應的星座成了某一個特定的形狀 這個特定的形狀代表著什麼呢? 在後面又單獨拎出來了這個形狀 難道這個類似生命方程式嗎? 或者其他的掌管時間的方程式嗎? 下一秒新鮮的血液暗示什麼呢? 是創造新員工需要新鮮血液? 還是補充新鮮血液呢? 在下一陣我們能看到追捕者和分析師串聯工作 可右邊的符號變體以及下面的方程式 容我數學學的差 哪一個能說這個方程式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表示了變體生成是計算出來的? 或者其他? 接著這個打印報告的人的書本上的水誌 這應該是莫比無斯了 那他打印的是什麼內容呢? 難道是他一直在監視洛基的一切 並決定了哪個是神聖時間線的洛基嗎? 下一陣說明洛基登記表侵犯的世界是720-89 也就是說洛基破壞了720-89的時間線 那麼這個時間線代表了什麼? 接下來這一串內容代表了什麼呢? 是費用明細嗎? 那特意出來這個費用明細又代表什麼? 我們將其方轉 打孔位置出現的是4.1379SFS加L 原來我沒看過漫畫 這個能和什麼對上呢? 難道是致敬三體的1379號監視員嗎? 接下來的這行表確實看不大清楚 不過畫圈勾選是表明哪個時間線是可以用的嗎? 接下來的時間小姐變色了紅色 又是暗示了什麼呢? 是又有反轉嗎? 在下一畫中我們看到了紐約之戰 而且等級顯示為二級末日 那紐約之戰陸基奪取了宇宙魔方 這不恰好就是陸基來的時間嗎? 然後這個黑人操作的機關 預示的是有人在操作整個世界的進程嗎? 再往後推進人分裂成不同的形狀 是不是暗示時間範成為了TVA的員工? 並且結合下一陣這個隨字和旁邊的描述 是說明傳送門會有一定的延遲嗎? 導致傳送過去的人會出現異常嗎? 接著的空鏡沒看出來什麼 但這個標誌A14到A18最後到了A16 是藏著什麼寓意嗎?A16裡面藏著什麼秘密 這個放映的35號機器又是什麼畫面呢? 結尾又回到了這個圖片上 而且還有相關的解難道是被解開了謎團? 結尾一點的地方有一個事件是三級末日 但這個數我看的少 不知道對應的是漫威哪個階段 歡迎補充下看來這個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共母是代表紐約之戰毀掉的奇瑞塔基地嗎? 這塊名字確實不明了 並且和心理寶石有關系 再看之後的櫃子上的文字 這TV的信條少會以多生產力 這不糊塗多的就是壓榨勞動力了嗎? 唉這看個劇成了破案了 好了那瞎預測就到這了 我是莫莫 希望觀眾朋友們能賞臉點個贊 也可以評論區討論下你的想法哦 那我們下期再見了